这是晋南大学中文第六册第一课 在公园里第三部分 就是第四章第四段 也就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第三部分 上次我们讲到就是说 我到了公园 看到公园里有好多的鲜花和绿草 然后上一段我们写到 就是公园里有好多雕像 有好多著名的画 那个艺术家的雕像 比如米开朗基罗的大卫 罗丹的思想者等 这一段我们最后一段 我们讲就是说 在我写生的时候 看到了什么样的景色 好 这是秩序写 在公园里写生的时候 所看到的景色 好我们请Cathy 来把最后一段读一下 当我画完最后一笔 抬头望去远处到 教堂的中楼 楼在晚下的映照 映照 映照下 可外中年 这是晚远 传来 传来 公园里写 更加明镜 更加明镜 OK 谢谢 当我画完最后最后一笔 当某个做完的事情 就是说 Right after 或者说 Win 比如说 当我在吃饭的时候 突然听到一声巨响 就是 while 或者 when 当我正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当名字是 when 或者 while OK 我画完最后一笔 名字 他这个写生快结束了 the last brush whatever 最后一笔 抬头望去 我们上次是低头成丝 低头跟抬头正好是 opposite 相反 低头是吧 把头低下去 lure your head 抬头呢 是raise your head 抬头望去 望 是看远处 看远处用望 不是近看 是远看 望去 所以后面 远处大教堂的钟楼 所以是看到远处的大教堂的钟楼 在晚霞的映照下 格外装严 看格外又出现了 是一个很常用的词 是一个很常用的词 Cathie 格外是什么意思的 extraordinary extraordinary 就是说 格外就是特别庄严 更加特别庄严 这时候 这时候又来了 远处的钟声随风传来 公园里显得更加宁静 更加美丽 更加 相当于前面加个more 比如说 比如说more peaceful more beautiful 就是说 这时候 因为有远处的钟声随风传来 不仅有美丽的景色 还有美丽的声音 可以听到 这样子 在公园 这个公园就显得更加的宁静 more peaceful 更加美丽 more beautiful 这是讲 就是说 他画完最后一笔 结束写声的时候 所看到的远处的景色 有晚霞 有钟声 有颜色 有声音 这是把公园显得 就是看上去 更加的宁静 更加的美丽 宁静就是peaceful 美丽就是beautiful 表示 比较紧 因为前面是加more 或者加一二 如果是很短的 这个音节的话 但在中文里面 不管你是长的 还是短的 都可以加 更加表示 程度更高一级 比如说 这里显得 更加冷了 就比刚才 冷得多 就是much colder than before 更加冷了 你说这很热 你说这很热 你还没有知道更热的呢 就是比这还要热的天气 还有呢 更热 短的形式是更 长的形式是更加 所以更热 所以更热和更加热 是一个意思 OK 一般来说 单音节 one syllabus 就用更 如果说双音节 就用更加 所以这是 更加宁静 更加美丽 如果你说更宁静 更美丽 也可以 但是呢 一般来说 是为了更加的 就是整齐 让这个形式更加的美 所以如果双音节 都配更加 如果单音节 就是更 比如更高 更远 更强 更大 更冷 更热 单音节词 都是加更 双音节词 都是加更加 OK 大家知道 这个更加表示程度 更深就行了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这是第 金兰大学 中文 第六册 第一课 在公园里 谢谢大家 再见 Cathie说 跟大家说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